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的第26期 下集 书接上回 我们说到了富士康以比亚迪侵犯企商业机密为由 提出了7000万人民币的索赔 后又将金额降至500万元 面对富士康的起诉 比亚迪并没有乱了阵脚 因为早在跟富士康对簿公堂前 比亚迪已经拿到了三阳 索尼两家公司 起诉自己的判决结果 在三阳案中 比亚迪于2005年2月16日 和日本三阳电机公司 就两项离离子电池专利的法律诉讼 达成了和解协议 比亚迪公告称 这一结果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同年年底 在索尼案中 先是东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做出裁决 维持日本特许厅做出的索尼专利无效的判决 判定索尼败诉 随后 索尼向东京地方法院 递交撤诉请求书 撤销了所有对比亚迪的指控 比亚迪在客厂作战的不利条件下 依然大获全胜 一合一胜 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加入WTO的前几年里 中国企业在对外知识产权案中 获得的最好成绩了 能获得这个成果 比亚迪组建的庞大的知识产权专家团 和律师团功不可没 凭借着在这两案中积攒下来的经验 比亚迪迅速找到了突破口 开始反击 打蛇打七寸 一上来 比亚迪就先对技术问题提出了争议 比亚迪提出 法院在比亚迪查扣的一套系统文件 实际上属于公知信息 并不构成商业机密侵犯 为此 比亚迪一方提交了大量的公开文献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包括华为的手册 上海贝尔的PCB设计规范 以及网上下载的电路板生产流程尝试资料 富士康对比亚迪的这种说法 自然是嗤之以鼻 富士康反驳称 这份系统文件 包括了手机产品整个生产装配检验过程中的 流程工艺和规范 具有专有性、实用性特征 并且富士康为该信息 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足以构成技术秘密 双方就此问题 开设了你来我往的论证 虽然这一边 比亚迪正与富士康对簿公堂难以脱身 但另一边 其手机代工业务在香港分拆上市的事 依然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原本就想把比亚迪 从手机代工行业赶出去的富士康 自然不会让其轻易得逞 2007年6月11日 富士康子公司以同样的理由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发起 对比亚迪及其部分 下属子公司的新诉讼 比亚迪的子公司 比亚迪电子的上市计划 因此受阻 2007年9月27日 在第一次上市申请过期后 比亚迪电子再次提出上市申请 于是2007年10月5日 富士康子公司 以被告主体变更为由 向香港法院撤销了原诉讼 但仅仅4天后 富士康又再次上诉 要求判定比亚迪 禁止继续使用 开发富士康的机密信息 交出占有、管理和使用的 富士康文件材料 并交出通过机密信息获得的收益 索赔650.7万元 这么一来一回 不仅是比亚迪的上市计划 退迟了半年有余 还舍得其只获得了 5594分公开认购申请 仅占总数的40.64% 成为了香港市场当年 首支没有获得 足够公开认购的新股 12月20日 终于登陆港交所的比亚迪电子 一开盘就直接跌破了发行价 一向低调的王传福 也被富士康的这波操作拱出了火 公开指责富士康是在故意捣乱 之所以扣抢香港法院大门 开始双线作战 富士康除了想要 狙击比亚迪电子的香港上市计划外 也是担心深圳作为比亚迪的主战场 深圳法院会有失偏颇 郭台铭曾在媒体面前委屈地说道 我们不得不选择香港 在深圳打不赢官司 就像到赌城去 他一边跟你赌 一边自己作庄 然而不论这场官司在哪里打 争议的核心仍在于对公知信息的判别 比亚迪和富士康还在围绕着这一点 争执不休 在香港法院受立该案的同时 深圳法院在这一核心争议点的论证上 也有了进展 根据当事人申请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由最高法院 委托北京九州市出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 进行鉴定 九州市出的第一批鉴定报告显示 法院查获的 柳向军和斯少卿的移动硬盘中 有116份富士康文件 而其中68份属于非公知信息 比亚迪不覆监定结果 认为文件的主要内容和流程的编制 都可以在公开的文献上找到相应的资料 鉴定结论有相互矛盾之处 然而深圳保安法院 依然参考这份鉴定报告 认为被鉴定文件确实在有非公开信息 并可对拥有该信息者带来经济利益 因此判定比亚迪侵犯富士康商业秘密罪成立 富士康扬眉吐气赢下了第一局 并开始乘胜追击 2008年3月14日 在经过当地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后发现 该案件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富士康随即撤销对比亚迪在深圳的民事诉讼 转为刑事诉讼 3月20日和王传福一起创业的 比亚迪前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 被刑事拒留 3月24日和31日 斯少卿和柳向军 先后被判处一年零四个月和四年的有期徒刑 比亚迪似乎已经难逃一劫 就在此时 比亚迪迅速地与斯少卿和柳向军做了切割 称二人在定罪前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属于个人犯罪 与比亚迪无关 4月7日 比亚迪再发公告 宣布夏佐全以处理个人事务为由 以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由执行董事变为非执行董事 比亚迪玩了一招弃足宝帅 抓住了一线升级 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能让富士康满意 4月10日晚 富士康发布公告 将此前只在业内流传的 夏佐全被刑据的消息公之于众 继续在舆论上占领高地 比亚迪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于4月11日发布公告 承认夏佐全曾因协助调查被警方拘留 但因证据不足 仅4天后即被释放 且失口否认夏佐全的辞职与该事件相关 2008年10月17日 富士康向香港高院提出 增加富士康精密组件公司作为原告 琢磨着如何在香港的诉讼上 多增加些胜算 然而富士康没有想到 比亚迪的反击来得迅级前猛烈 2008年12月3日 比亚迪突然发布公告 称北京九州释出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 厂务副主任赵军 及另外两名负责人 涉嫌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 已被公安机关逮捕 同时 由于案件所设证据发生重大变化 公安机关已撤销针对比亚迪的调查 整个案件突然峰回路转 比亚迪反将的这一军 稳准狠 直接否定了九州释出鉴定中心 所出具报告的公正性 动摇了判决的根基 但比亚迪还嫌不够 继续放出大招 公告称 比亚迪前员工张朝政 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 为富士康非法窃取保密文件 目前已被公安机关逮捕 将由监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曾因涉嫌参与集体窃密 被取保候审的下左权 已经收到了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 公安机关已决定终止 对下左权的所有调查 这三连招打得富士康节节败退 在媒体询问 是否在比亚迪内部 安插间谍等问题时 富士康发言人一改往日高调 开始逃避回答 或许是双方都掌握了 对对方不利的核心证据 又或许是案件取证 进入了新的僵局 此后的10个月时间里 比亚迪和富士康都默契的 没有在对外通报案情进展 10个月后 富士康率先打破了沉默 2009年9月2日 富士康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 提出更改诉状 请求增加富士康精密组件 作为原告 但比亚迪在过去的10个月里 也没有闲着 他们早已做好了多方准备 10月2日 比亚迪提出了反诉 他们向香港高等法院 提交了一份长达24页的反诉文件 指控富士康非法干扰其正常经营 并且蓄意损害比亚迪的生意 文件中宣称 富士康曾通过向比亚迪前员工 行贿1000万元 已进入柳向军和四少青的电脑硬盘 并篡改其中的内容 更有甚者 富士康子公司一名安保经理 与四名公安人员 跟随富士康一名前员工 进行了长达20个小时的火车旅行 涉嫌通过非法拘禁和恐吓手段 迫使该员工 做出曾非法透露富士康商业秘密的伪证 这些指控一旦成立 富比之间的纠纷 将再次落入刑事案件范畴 曾被刑事调查了半年之久的比亚迪 以其人之道环置其人之身 反手就让富士康也尝到了在刑法边缘徘徊的滋味 当时外界还有传闻称 富士康之所以调查出比亚迪对他进行了逆乡创新 其实是在通过卧底人员张朝政 获取比亚迪的商业机密的过程中意外发现的 也就是说 在这场商业间谍大案中 富士康或许一直在上演贼喊捉贼的把戏 此言一出 一片哗然 大众没有想到 富士康并不像他对外界所呈现的那样 是一名单纯的受害者 2010年8月25日 比亚迪的反诉主张得到了香港法院的支持 双方再次开始了漫长的扯皮 这场漫长的官司所引发的后果 远比双方想象的要更严重 2009年3月 比亚迪与富士康先后公布了2008年的财报 一年前 比亚迪电子还在招股书中骄傲地表示 2007年 公司手机整机代工业务营收 同比增长了3409% 惊爆眼球 到了2008年 尽管营收依旧保持了48%的正增长 比亚迪电子的净利润却大幅下滑了30% 利用空间的巨幅压缩可见一斑 富士康的日子则更加不好过 其旗下主营手机代工业务的富士康国际 全年营收同比减少13.61% 净利润更是同比重挫了83.22% 沙迪1000 自损800 比亚迪与富士康业绩纷纷下滑 固然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客观影响 但是两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面对这一结果 唯一得意的 在业内人士看来富士康与比亚迪在多年的利益就割中 形成的积怨完全没有必要 基于此 有媒体分析 只要双方互相确认势力范围和行为规范 在外界的撮合下 握手言和的可能性非常大 只是恶气难艳 富比机中难返 双方对垒多年 已经错过了兵士前线的最佳时机 尤其是郭台铭对比亚迪的敌意 已经深入到了生活的细致末节里 据说 凡是驾驶比亚迪品牌汽车的人 都会遭到富士康保安的阻拦 无法跨进集团大门 曾有记者故意开着比亚迪汽车 前往富士康集团实地探访 被保安拦下 询问原因时 保安一本正经地说 比亚迪挖我们的人 两家公司有竞争 公司老板规定不让进 就像两国打仗一样 此外 郭台铭还曾经指着身后的落地窗对媒体说 如果输给比亚迪 那他就从这里跳下去 发下如此毒事的郭台铭 在当初领着王传福参观自己生产车间时 肯定没想到 一个昔日行业末流之辈 如今竟变成了如此难缠的劲敌 下坡容易 上坡难 2009年财报出台 比亚迪电子和富士康国际的净利润 继续呈下降趋势 然而和比亚迪电子同比下降的1%相比 富士康国际大幅下滑68% 显得更为惨烈 财报公开后 或许是为了转移大家对糟糕成绩单的注意力 又或许是真的认为比亚迪应该对此负责 郭台铭再次在公开场合 炮轰了比亚迪 这炮火甚至蔓延到了投资比亚迪的巴菲特身上 转型车企后 比亚迪的老手段逆向创新 再次大显神通 通过学习模仿众多车企的成功案例 比亚迪推出了F3、F6等一系列车型 这其中能看出丰田花冠影子的F3车型 尤其成功 一上市就取得了年销售10万辆的好成绩 成为了比亚迪的代表车型 到了2007年 比亚迪已经成为汽车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王传福一反常态的嚣张了一回 他豪气地立下目标 比亚迪汽车要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 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 王传福这次难得的高调表现 直接引来了资本市场的注意 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回应说 比亚迪可能是一个小公司 但他有很大的野心 如果比亚迪不成功 我将非常惊讶 2008年9月 股神巴菲特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 认够了比亚迪公司H股9.9%的股权 交易总金额达18亿港元 在股神效应的加持下 比亚迪的股价一路走高 在一年之内飙升5倍 同时也将王传福送上了2009年 胡润百富王首富的宝座 巴菲特曾回忆到 伯克希尔·哈萨维 最初想收购比亚迪25%的股份 无奈王传福死活不肯 也正是这一点 让他更加看好比亚迪 得知这一消息的 郭台铭愤恨不已 在巴菲特举办投资者大会之际 隔空问了巴菲特三个问题 第一问 一直标榜指头 有诚信的公司的巴菲特 为何投了偷窃富士康 商业机密的比亚迪 第二问 丰田本田等大车厂 投资油电混合车领域 很久才赚钱 巴菲特对电动车领域并不熟悉 是用何种专业知识 来对比亚迪的潜力进行的判断 第三问 也是最广位流传的一问 一定买一两股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 飞到伯克希尔的股东年会上 亲自向巴菲特请教 不管郭台铭如何喊话 巴菲特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只在媒体问到这件事的时候 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们在保险这行做久了 常常碰到一些官司 有些客户就是喜欢找理由告你 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控制 力挺比亚迪的意思 表达得非常明显 这封三问巴菲特的信 在比亚迪的股价动荡之时 被众多媒体反复提起 走敌时 股民觉得郭台铭高瞻远瞩 走高时 巴菲特又变成了永远敌神 这之后 对于郭台铭来说 每年年报出来之时 都将比亚迪 王传福和巴菲特拿出来溜溜 好像成了他的惯例操作 2011年6月8日 富士康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郭台铭在分析经营业绩的同时 再次朝着比亚迪发了一通无名之火 巴菲特他老人家再次没能幸免 郭台铭愤怒放话 在有生之年 与比亚迪的官司一定打到底 而且 如果巴菲特对富士康造成了妨碍 那么接下来的诉讼 就要连巴菲特一起打 他还嘲笑地说 比亚迪与巴菲特结合 就是一个吹牛的加上一个炒股的 故神之说纯属扯淡 随时都在准备应战的王传福和比亚迪 也丝毫不退缩 王传福干脆有力地回击说 富士康对比亚迪侵犯知识产权的诉讼 纯属无中生有 是竞争对手太恐怖我们的增长 所产生的行为 我非常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在郭台铭撂话 要与比亚迪把官司打到底之后 比亚迪一名官方人士还对媒体表示 比亚迪被对手骚扰了五年 不怕继续被骚扰 然而 撂狠话容易 下台艰难 再盖世的英雄 也得为吃饱饭操心 富士康面对着 净利润连年下滑的事实 不得不考虑摆脱代工厂的桎 谋求转型 2010年 郭台铭野心勃勃地进攻电商领域 推出了飞虎勒购 迈出了转型的关键一步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他甚至重金挖来了 曾经比京东海火爆的 消费电子B2C电商 新淡中国的总裁杜嘉宾 尽管花重金 聘用了教父级职业经理人杜嘉宾 来掌舵富士康电商平台 但郭台铭却难改独裁本色 仍然大权独长 杜嘉宾希望打造出一个 综合性电商平台 郭台铭却一意独行 被赋予厚望的电商平台宣告失败 原本的主营业务也未见其色 2012年 富士康国际净亏损3.2亿美元 创下公司上售最大规模的亏损记录 更为严重的是 2010年前后 富士康接连发生了多起员工跳楼事件 引爆了其自成立以来 面临的最大的舆论危机 为了化解该危机 郭台铭甚至亲自请舞台上高僧回来 进行祈福 而比亚迪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2008年前后 曾经引以为傲的逆向创新策略的弊端 开始显现 比亚迪汽车开始出现大面积质量问题 天窗 电动车窗 离合器等 基本上车上有的部分无一幸免 而过去激励比亚迪经销商们不断提车 多多卖车的分销网络充量 和销售反点政策 也开始反噬 之前比亚迪不愁卖时 经销商们为了高反点 能提多少车就提多少车 未料到 一息之间卖不掉了 经销商们手上的车纷纷开始积压 资金链驻然面临断裂危机 2011年1月 一名比亚迪经销商 因其账户上仅剩50元钱 而突发心脏病 几乎丧命 最终 在这场危机中 超过300家比亚迪经销商 承受不住压力 宣布退往 在经历了经销商集体退往的重挫后 比亚迪宣布进入长达两年的品牌整改期 开始进入从粗放式创业公司 向专业汽车企业的转型 就在这一阶段 香港高等法院 于2012年6月20日下达判决书 因无法证明比亚迪反控证据的不成立性 驳回富士康的上诉 而对于比亚迪对富士康的反指控 法官则认为 同样无法证明 比亚迪没有存在诽谤 或滥用诉讼程序的可能 因此保留意见 法院的这个判决 显然没能为观众吹散 蒙在这场商业间谍罗生门上空的迷雾 当天稍晚时间 富士康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称 此次判决 仅是针对本案法律程序上的判决 富士康还将继续上诉并寻求赔偿 而比亚迪则对此保持沉默 并未回应 十年熬战 富士康和比亚迪都迎来了自己命运的拐点 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 转型失败的电商试水 不断被分流的苹果订单 都让富士康应接不暇 郭台铭已无法将太多目光 聚焦在老对手比亚迪身上了 而比亚迪此时 也处在转型出现成效的关键时刻 向前看 等风来的目标 也让王传福觉得 不值得再与富士康周旋 于是 这场始于十年前 纠缠五年多的商业机密案 就这样画上了一个不像句号的句号 草草收场 尽管富士康曾信誓旦旦地说过 一定会再次上诉 但到如今 也不见郭台铭再捧起诉状 诉说委屈 此后 比亚迪与富士康虽不再见拔奴章 但暗中你来我往的交锋 确实从来没断过 早在2010年以前 郭台铭就表示 未来汽车必然走向轻量化 而富士康具备多项相关工艺技术 有很大的优势 并开始带领富士康 频频试水性能源汽车领域 特斯拉曾于2013年 与富士康签订了Model S 车内面板等 超过100个零部件的订单 但马斯克并不看好富士康 进入整车领域 他曾经说过 与手机或智能手表相比 汽车非常复杂 你不能去找富士康这样的供应商 然后说给我造辆车 马斯克抑郁成衬 2015年 富士康、腾讯与和谐汽车 共同出资设立了和谐富腾 三家企业野心勃勃 想干一番大事 然而 在折腾一年后 富士康与腾讯又双双退出了该项目 草草了事 2019年6月21日 掌舵了富士康这艘航母45年的郭台铭 宣布退休 交棒刘洋伟 新冠上任三把火 这位新上任的鸿海董事长 再次将目光 对准了新能源汽车领域 吸取了和谐富腾项目的失败经验 富士康不再将目标瞄准整车生产 而是希望成为电动车界的安卓 刘洋伟计划造一个开源的电动车平台 从而让其他车厂在平台上定制参数 最终交由富士康生产 兜兜转转 富士康还是没能改变自己代工厂的命运 而曾经缺一少量的比亚迪 却靠着拼搏努力 在众多大厂的围追堵截下 闯出了一条路 2015年 比亚迪在国内外累计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 达到16453件 授权量达到10969件 双双破万 在手机代工领域 曾经对着富士康的生产流水线 望洋兴探的比亚迪 如今已经成为了 仅次于富士康的世界第二大代工厂 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依靠独创的核心技术 率先完成了混合动力汽车的全球商用化 打破了国际汽车厂商技术垄断的比亚迪 终于实现了弯道超车 奠定了自己无可取代的江湖地位 如今 比亚迪已经成为了世界上 目前唯一一家 同时掌握电池 电机 电控 充电技术设施 以及整车技术的先进新能源车企 电影勇敢的心里说 人们追随勇敢者 而不是高位者 没有人一直站在巅峰 但永远有人站在巅峰 只有那些不断勇敢攀登巅峰的人 才会赢得更多巅峰时刻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期见